為了360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南方水氣北台這個時候講起來有點怪怪的 但是的確是如此 在這個1月的時候剛好整個系統變化 南方水氣明顯北台影響到台灣 全台各地的雨勢水氣增多 明顯轉為有雨的天氣 預計會延續個兩三天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到下週二 那週四開始的另外一波冷空氣會再度難一下 請大家留意下禮拜是有一波的變化的 我們首先給大家看 其實2016年的氣候上好不好 其實目前來看的話有一點風不調雨不順的感覺 為什麼我們來看海溫 海溫的發展的通常在赤道地區是溫度比較溫暖的 這個是海溫的變化 但是如果你跟平均值相減 你就可以看得出這塊 其實這塊特別的紅 這塊就是指的是聖陰現象 東太平洋靠近赤道地區的這個海水溫度比較高 那這個高呢 今年來說的話是高了大概兩三度左右的幅度 那這個當然對我們大氣環流 整個環流變化 就會產生一些衝擊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地球有些地方的 特徵 的確是跟這個強聖陰是有關係的 那現在呢 特別注意說這個強聖陰什麼時候會減弱 預期呢 是到今年的年中 會明顯的一個減弱 但是呢 很多的預測 會預測 下半年會開始有這種反聖陰 像這個藍色的地方 叫Larina 又在發展起來了 那這個呢 就要特別關注了 為什麼 因為聖陰跟反聖陰 這個對於大氣的環流的 反應變化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個呢 導致我們要特別留意 這個可能對全世界的糧食 或是說很多地方的氣候異常 可能都會有發生關聯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的 那另外呢 從12月到 1月初呢 事實上很多地方不大平靜 台灣是還不錯 可是呢 你看美國在聖誕節的時候 東岸跟西岸 一邊暖 一邊冷 一邊下雪 這個就是明顯的 有一點異常 另外呢 在大西洋 其實一直不斷有 低壓系統發展 就是這個 藍色的這個區域 那比較暖的是高壓 那在東歐呢 導致說 在面臨到一個 非常溫暖的這個 冬天 非常到現在為止都非常溫暖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然跟這個地方的整個環流 擺盪是有關聯的 那環流呢 基本上現在就有一點像是 把北極的冷空氣 鎖在這個地方 可是北極現在還不是最冷喔 因為目前來看的話 還有一些暖空氣從這個 大西洋裡面衝到這個 北極 所以北極來反而比往常的溫度還要來的高很多 但是呢 像英國這樣的一個雨勢呢 就是其實就是跟整個環流 是有關聯的 或是跟反聲音有關聯 那現在來看的話聲音有關聯 那現在的情況呢 預計呢 整個天氣開始要轉變了 就是北極的震盪的指標 預期又過去的正指標 慢慢可能會變成負指標 那當然啊 這代表是說開始有一點小變化了 變化如何 會不會對我們台灣有影響 這個是我們未來的到1月中前要關注的焦點 預期可能會有一點影響 那回歸來看台灣的天氣 這個南方的這個水氣呢 北台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明顯的有水氣從南方 從南海附近直接上來 一直到台灣 那這個呢 事實上台灣附近呢 剛好有一點類似 有道封面 把這個水氣明顯牽引過來 往上走 這個第一層呢還是吹東北風 但是中 中層呢大概一兩公里左右 就是這個水氣的這個層 大概 都是吹的偏南風 那預計呢這樣的情況呢 會隨著這個水氣呢 明顯慢慢的東移 但是要一兩天的時間 大概在下禮拜二了之後 就會慢慢的一個緩和 往東走 但是接下來各位來看 禮拜四禮拜五 預期會有一個高壓會明顯南下 就有冷空氣的 冷空氣因為遇到水氣 可能對北部可能有點降雨 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下禮拜呢是有變化的 首先就是這波雨勢 所以未來的禮拜天呢 其實圈台各地都要帶上雨距 下雨的距離都非常高 要稍微留意一下 但是這個不是整天都下雨啦 有些地方有時候會漸限的震雨 那溫度呢 白天的高溫大概都是25度左右 因為整個 東北風有稍微減弱一點點 低溫來說的話都17 18度 南部到19度 所以特別請大家留意這兩天 容易下雨 外出的時候一定要帶上雨距 以上是今天的威樂360 我們明天見